现在介绍一个电表的规格 那在我们买电表的时候 位数的话一般而言我们会听到三位半 四位半 举例来说像三位半 它就是有三个完整的数字跟一个半位 那这样讲可能还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三个完整的数字加上一个半位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三电表的电压档位配合电源供应器体提供电压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进行电压的测量 对那现在先把电压调小 那在显示2的这一个档位上啊 那我们可以预先知道就是 这一个档位最大的极限就是小于2伏特的一个电压 现在就慢慢的调整我们的电压缓缓的往上升 好那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看到这边这三位 他都可以不断的从012345678显示到9 这三位都是可以完整显示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位完整数字 那接下来我们注意到最左边这一个位数 随着我们的电压不断增加 增加到接近2的时候 越接近2的时候 那这个数值当然就是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有讲这个档位 他只能量2以下的数字 所以当他大于等于2的时候 那这个档位没有办法做显示了 在最左边的这一位来说 他能够显示的数字从 不显示嘛 0 从0 然后 逐渐增加 直到他的极限 就是只有到1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半位 那三位半 就是有三个完整的位数 加上一个半位 这边是有三个完整的位数字